大家好,我是小花将 改昵称了 以后呢,你们可以叫我刘卡卡 这已经有好长时间没和大家录视频了 今天呢,我们呢,接着来说这个花啊 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墨兰 是去年的时候啊 也是在这个时候和大家分享过 最近呀,因为长这个花件了 一长长了十几个 所以我们也特意拿出来 和大家再次进行一个分享 这边花啊,平时呢 我个人呢,没怎么管理过 但是呢,还是长了十几个花件 有这个花友问 养着这个兰花也有什么诀窍 其实有这个诀窍的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硬件 说这个土壤 土壤呢,我用的是这个松根 松树皮 椰壳 椰康 珍珠盐 进行了一个混参 保证了这个土质呢 松松透气啊 透水是非常好的 再者呢,就是看一下这个花盆 我用的是透水性较好的这个紫砂盆 这个盆呢,看起来也比较漂亮 比较上党次 再者呢,养殖这个兰花呀 有两个口诀 也可以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首先呢,是甘兰诗菊 说的是国内的四大名花 当中的两种花的这个特性 这个兰花呀 平时养殖呢,一定要干着养 揽着养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呀 15天到30天,我们浇一次水即可 还有一个口诀 阴阳叶,养养花 这句话怎么说呀 就是在阴凉的地方 这个兰花的叶子呢 会长得非常好,非常必律 但是想要它开花 必须进行光照 你像这颇花呢 是在进入11月份之前 搬到室内的 当时还没有长花间 因为我们保证了这个充足的光照 因为这个冬季的光呢 也不是特别强烈 也不至于把这个叶子晒伤 又开花又长叶子了 你们呢,也可以根据这两句口诀 进行养殖 平时养殖的时候呀 我们再注意一些其他细节 比如呢,这个施肥 这个兰花就比较容易养殖 你像现在多漂亮 我们呢,今天的视频呢 也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